今天大盘其实不弱 只是开盘的时候 一直在平盘之下游走 谁带上来了 AI带上来了 谁把整个的大盘 把大盘的AI带上来了 我们应该讲 我们感谢大魔 因为大魔认错 带起了这一波 原来AI怎么办 而且我们别的不说 我以今天我们的超级主角叫做伟创 伟创已经连续从昨天到今天 都是涨停板 但是平时涨停板 也许大家会觉得 这个就是各式各样的理由 但是我觉得昨天跟今天 这两根伟创的涨停板 它针对什么 它针对大魔 它针对大魔给它错估的88块 我们台北股市跟这大魔认错的距离 我觉得是针对这件事情而来 而且不止哦 你看从伪创带动起来 包括我们这件事情 不断地跟大家报告的不利因素 为引计价 光宝科 秦成一霸 哇 我们旗下的个股 恭喜我们的会员朋友 大家坚守 大家自己认同的一个价值 让这些个股 帮自己牢牢地抓住 应该抓到的钞票 而且还有一根两根 我们希望未来 还有第三根的涨停板 来 进到威威老师的节目平台 不要忘记 我们把威老师头上这大大的QR Code 扫起来 有了这个QR Code 各位 你就不会受到外资 他的研究报告给蒙了 给弄糊涂了 来 今天我们要恭喜我们的会员朋友 这要感谢各位 你自己 你自己有坚定的心心 你每天都有看威威老师 我们的这个精彩的影片内容 而且你有看威威老师的封面 所以恭喜大家 应该获得的 你伪创 从昨天到今天 两根涨停 就在大摩报告 引起沸沸扬扬 在台湾股市引起震荡之后 这两根涨停板 完全都是属于大家的荣耀 那华晨 当然我们等会儿跟他报告 他到底 什么事 又是美国点燃了一个讯息 来等会儿跟大家报告 但是他的掌停板也够漂亮 那虽然他还在关紧闭的过程当中 那还有像是技嘉 秦晨 银帮 通通都是AI概念过 当然 华晨他是重点另外一个题材 我们等会儿跟大家报告 来赶紧 我们来回顾一下 7月10号 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7月10号 其实是大摩的这篇研究报告 分析出来告诉大家 觉得在他们心目中评估出来的伪创 AI现在大家都觉得伪创 要弯腰减钻石 还有我们要这个再放面心淘爱良后 等一下来今天 我们每一天都在印证 威威老师讲了到底是不是真的 昨天 威威老师已经 我们在盘中就赶紧报告大家这件事情 我们是在破除大摩提出来的价格修正的魔咒 而且各位观众评语 大摩还不只是点名尾创号 一头拉骨 来 你来看 我们跟大家报告是什么 我们再回到7月10号那天 就礼拜一那天 大摩的这一天 今天的报告给大家很震撼是什么 哇 那个大摩给了一个研究报告说 哇 伪创股价涨这么多了 结果他的目标价其实只有47块了 那还有威银啊 广达技嘉 其实都应该修正很低啊 那我当时我们等会跟大家报告 其实最重要是这一张 我们来看 如果各位观众朋友 你看了大摩的分析报告来操作股票的话 来 你来看 各位 你可能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虽然大摩赶快火速再出另外一篇报告 给他赶快发送给大家 可是事实 也就是当他第一次发这一篇 他们应该修正他的股价的报告 你来比较看看 大概只有相隔一天吧 你看哦 同样 白白都是伪创围影广达技嘉 白白都是这些公司 他出来的研究数字报告难道会差别多大 公布营收 公布出来 我相信哦 以堂堂大摩 Morgan Stanley 全世界知名的这个金融机构 那同一家公司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价差如此之大 我跟大家报告 你看 四载七抠 这是他前一天 七月十号 七月十一号 反正 他公布出来的目标价 四载七抠 七月十号 然后 违影 他等于 一百一千多 他说 没有没有没有 其他只有 九百六 那我们大概都有个印象 那广达 一百一 还有技嘉 一百五十八 这个差距非常的惊人 对不对 因为你看比较即便是前一天 他公布出来的数字 那时候伪创也几百贵啊 也有一百二上 一百二嘛 一百一十几 一百一十几上下 那违影早就已经涨到一千六了 广达 大家技嘉 甚至今天要飙三百块 昨天能百贵 你看哦 大家来仔细看看 这是威老师帮他核算 就是他报告差一天 就算没有差一天 也顶多差不到两天 你看 同一家 三二三一的伪创 他可以从47块 立刻把他的目标价拉到 一百三十五 差到八十八 你想想看 这几只涨停板才拉得够 我要跟大家报告的 我们观众朋友 你一定要听清楚 今天最重要 节目最重要的内容 就是如果我们轻易的去采用大摩的投资报告 不管是不是大摩 或者是任何外资 他最近外资狂卖 事后他发现 哇 他卖错了 卖太早了 没想到我们国内投信这么的团结 还有国内的一些大资金的客户 这么厉害 就咬住这几党个股不放 你看 前一天的报告本来希望 他的股价杀一杀 他才有机会 有的人是这么说 不是为老实说 也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早上早盘的 那个大家盘中 是不是很多人这样讲 觉得他是不是就是 把他股价讲一讲 搞不好那个股价可以 大家下一下 赶快卖出来 赶快 就可以赶快进场 结果 大摩自己的客户 看了他自己的研究报告 依马没有这样子做 反而买 而且隔一天嘛 隔天嘛 告诉你目标价 价135 如果你根据他的 你想想看 光一档伪创 差了88块 谁要付出这个代价 你可能第一天看他的47块的报告 你已经卖了你的伪创 结果呢 你已经卖了你的伪影 结果呢 广达 技嘉 这里面 伪创跟技嘉 今天都公道涨停 伪创 连两根涨停 伪创这两根涨停 就是要告诉 我相信呢 在这个 support 伪创这档个股的人 会告诉大摩 这个 是你在负在 这个市场上 重要的代价 这 你的信 你想想看 我相信我们 很多的证券分析师 很努力去考上 证券分析的执照 每个人都非常的珍惜 但是尽管会管得了我们 管不了外资 那他就要为他自己 在短短的时间范围之内 能够价差差那么多 我觉得他除了要公布这个数字 我真的觉得他应该要给大众一个理由 那你想想看 前一天看他研究报告 卖出股票的人 你今天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再follow他自己的研究报告 为什么隔一天 伪创可以突然从47块到135 然后 围影到1175 这还不够 今天其实围影盘宗告 已经来到1700 这还有很多的猫腻 所以我老师一定要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 那观众朋友 我们要有自己的思考体系 我们要有自己的判别能力 我们要能够一眼看穿 这到底是什么事 我觉得这是薇薇老师给大家 我们所有看到这支影片的人 最重要的一个公道 所以你看他付错代价 他认错 我们现在不知道 大魔在台湾 我相信他还是大魔 他在全世界 Morgan Stanley 也是Morgan Stanley 那这么大牌 这么厉害的一家机构 法人这个大家都非常钦佩的一个券商机构 这个一个金融机构 我想想国际上的地位 还是蛮高的了 只是你可以看得到 谁付出的代价 他的认错可能是我们一般投资观众 看了报告之后 也许你根本没有看到他报告内容 你只看到报纸 你就这样做了 光伪创 你看他差了88块 当然今天伪创没有那么高 顶多124还差了11块 但是你能接受吗 他的火速认错 谁付出了代价 我硬 这个数字还是不那么正确 今天已经1700了 好 广达 今天很厉害 差一点要攻掌停板的样子 技价更是攻掌停板 人家 今天300 300块 技价比较接近 可是你看 这个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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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要付 谁要付 还是不如来听各位老师 我们认真努力 跟大家非常认真的来报告 每天AI 车店 军工 生技 探权 国家政策概念股 包括重店 这方面的探权 我们一步一脚印 对得起 自己的良知和良心 我觉得这比较重要了 好 所以我们快速来看 如果这一波段 魏老师 大家都已经天天跟 魏老师跟大家报告 AI AI AI时代来了 所以即便碰到大摩的 这个报告 研究报告 这么轰天雷 这么厉害的一个研究报告 我们一样告诉他 你可以去问我们的会员朋友 我们会员朋友 没有一个人 在那个时候卖 好 我们是弯腰来剪钻石 所以 你只要忽略了 前一天的研究报告 隔天 我们的钻石 是掌握在手中 但是我也相信 Morgan Stanley 他这么大的一个研究机构 我们其实也都 大家都非常的尊敬 Morgan Stanley 但是 他会去做出这样研究报告 到底是什么情况 到底是什么媒体上 大家讲的 真的是为了要股价 稍微清一清 然后以便 他卖错行情 再去进场 我们不知道 魏老师怎么会知道 我又不是Morgan Stanley的人 但是 我相信一份研究报告 负责的一个证据分析师 应该要提出 他对社会当中 经过这一次的事情 认错 是什么理由 让大家知道 未来大家更有机会了解 我讲的都是真心话 那接下来 苏之锋 据说下个礼拜 也就礼拜三 今天礼拜三 今天的情况还不差 大盘也给你涨了 我们这个破题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跟大家讲了 今天除了我们 这几档股票涨的一半之外 今天我们现在录影时间 新台并还在震 但是其实已经开始有升值了 那么今天我们台股已经收盘 那我们的台股今天收在多少 至少是往17000点来前进 最高盘中来到了16962 那其实后来我们的这个台股电 一样我们在尾盘 我们是涨的 虽然只有涨一块 可是稳定军心 那很重要 然后7月19号 下个礼拜三 就是下个礼拜的 今天的周三 苏之锋应该很有可能 这个机率来到台湾 来 这些相关的概念股 今天是不是已经提前 在大红灯笼 挂挂AI的题材 那所以一而再加二三 欧威老师已经从5月下旬 就一路一路跟大家报告 所以伪创他有题材 也是Morgan Stanley 他们的MSCI名称指数 宣布纳入伪创跟创业之后 其实伪创就是那个波段 非常近期 其实之前欧威老师带我们会员买 大家也是觉得他大扭一个了 但是你们要到后来完全 今年最大的区变 最大的转变就在伪创 跟伪创的集团 所以当时他有提到 他有入股时期 他自己本身也有伪创的小金鸡 但是最大的震撼 也是大摩给他的 成也大摩 这个叉叉也大摩 来不管 所以我们5月24号 我们在53块8 观众别人要看 53块8 而且那时候 威老师一路的跟大家讲 他是朝百元来挺进的伪创 一路大家也是半信半疑 是不是后来顶破100块之后 一路往上攻 好一路往上攻 甚至有人跟他想 修正修正到47块 来 礼拜一的时候 这个大盘正在正的时候 大摩的讯息出来的时候 威老师告诉大家 注意买点 7月11号 哇那个昨天反攻了 大反击 破除大摩的魔咒 所以昨天一下子 这个光是一张的伪创 当天就涨了1万块 那今天再1万块钱 所以这两天如果你没有姓大摩 而是姓葳葳老师的 我跟你讲 这两根掌停板说实在 你真的要感谢吴伟老师 我讲的都真的 你要真的要感谢 所以在这里面 当然最重要还是要感谢你自己 因为你相信你的判断是在 吴伟老师这边讲的是对的 所以在这里面 这个伪创 我相信接下来 但是高档的时候要做调节 而且你手头边没有伪创的 个人的投资朋友 我觉得这时候每个人都知道 包括你自己也看电视的朋友 看影片的朋友 你都知道 现在伪创是非常好 已经在高档 所以我们是不是有一部分 我们的会员朋友 有的人做调节 大家大获利 可是你如果你是空手者 我真的觉得 你要找更好的一个买点 什么样才是伪创更好的买点呢 欢迎大家直接拨电话进去的底下 我们这个框框的栏 有讲过免费的电话是 0800370888 拨电话进来 魏老师就会告诉各位 来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就学会了 是不是魏老师告诉大家 买在利空时 压回就是一个买点 包括魏影 魏影 这一档也是大摩 认错概念股 那魏影 这个前一个波段 魏老师已经一路跟大家讲 从一根涨停板 六月底的时候 两根涨停板 然后七月份第三根涨停板 稍微有一点点正开始 有一点点还在排的过程当中 大摩告诉你 他应该下修到960吧 我记得 很可怕 960那不起不是要崩了吗 他当时都已经 都已经这个 这个一万 只有1000 1000多了 1500 应该有了 1445左右 你看 他完全不怕大摩 来摩 你看 7月11 昨天一下子 又来到了 1690 而且还过前高 直接过前高 因为他是高价股 今天你来看 请擦你的眼睛 把眼镜擦亮一点 那摩现在给他 只有1100 我们不知道 对或不对 但是 现在还已经告诉你 他今天从股价告诉你 我围影就是1745盘中高了 收当然不是这样 是有小回 但是我觉得 至少让大摩知道 他足足差了 至少六七百块 600多块是有的 差了五六百是有的 所以我觉得 6669的这个围影 到底是像外资讲的这样 还是今天收盘也有1660 不管怎样 差了五六百块 大摩我们希望他 不要再火速再认错了 我觉得其实他也是非常 非常这个赫赫有名的大品牌 全世界的大品牌 这个不堪一再的修正 这是真的 好 那还有技嘉 我们漂亮的技嘉 给他再一根掌停板 突破撒罢空 大摩这次讲 我相信方向是蛮接近的 那今天我们的技嘉 也很旺 很厉害 今年营收获利表现 大家陆续出炉了就知道 其实六月的营收都会说话 所以这几天也在反映 那AI概念股是不是有收到订单 你从营收的这个初步的表现 而且还会有新的订单 然后这个我们在六月十四号的时候 哇 我老师已经告诉大家了 这个技嘉 我们五月 五月中下旬 在这个520之前 就已经告到大布局的这个技嘉 那时候是157 那时候大摩居然还要给他回到 差不多这个价位 那个价位 不好意思啦大摩 这是我们 博威老师让我们的混棚说 这是不错的一个价位 可以买的价位 是这个啊 那不论怎么样 一路就往上并 而且博威老师已经告诉大家 就是因为AI的题材来 你可以看到现在是七月份了 大摩在出报告的那一天 哎 心里心里 那但是你可以看到 威威老师已经告诉大家 留意买点 你可以看前两天 我们就在礼拜一的时候 告诉他是不是 注意买点 是弯腰减 钻石的买点 而且我们是有根据的 比如说我们的技嘉 站稳五日线 而且均线是交叉 往上带量上工 所以大家不仅没有卖 还压调调 那所以我们的技嘉 这个昨天来到了282 果然过了前高280.5 今天的 已经来到了38块 304 会不会网上 我现在套句大摩说 他有315的目标价 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真的就这么的 这么的贴际 不知道 但是我们的技嘉 也关系我们的会员朋友 我们的这个特别会员的朋友 我们的尊荣会员的朋友 这个我们的价差 至少146块5 只丢的技嘉 至少我们从那个波段 你如果坚守的话 一张你也有14万6 14万6是跑不掉了 而且已经快要翻倍了 恭喜大家继续 而且该处分有些部分 我们逢高获利 做一部分的调节 至于回 这个是不是完全到此中 当然不是 我只能跟大家报告 今天这张个股 是因为我们已经持有很久 所以我们高档要做一部分的调节 但并不是叫大家 立即在这个时候 我们还有很多精彩的好戏可以看 广达也一样 广达 它的相对的一个低点在 一样 它也相当的抗跌 那么在昨天时候已经来到 昨天的高是174 但今天我们也跟观众朋友有讲过 是你应该要弯腰减转时 今天的广达 不好意思 这个有点点出入 其实今天的广达很不错 今天几乎差一档就涨停板 所以他们其实我只能说 大家都是同一系列 包括像是音叶达 音叶达其实如果你嫌 有的人如果觉得这个伪创过高 但音叶达我们并不认为 它是完完全全能够复制所谓的伪创模式 但因为他没被点名到 对不对 有被点名到 身价也是不一样 怎么样说都是这个大摩给你评点的 但是伪创如果有些人觉得 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有机会沾到光 其实音叶达也是我们会 请会员朋友们留意到的一些个股 那么有买有嘛 我们来台股要干嘛 就是要赚价差 所以今天光宝课其实也还不错 光宝课我们从一路 这个5月24号 我们这个不到100 往上的这个光宝课 那7月以来 其实也蛮厉害 除了7月3号 一根涨停板之后 一路再往上 一路往上 今天呢盘中高来到了129 虽然收盘没有那么高 光宝课稍微有点点可惜 但是我觉得那个泰式 而且今天光是高点 相对的高点论 129抓这个价位 其实我们有48块9 将近50块的价差了 所以其实也涨了61% 接下来我相信这整个的 今天就已经这样表态 FED还没有公布 FED有可能会宣布升息 即便你要升息 你要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些其实都已经在表态 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讯息 是我们的华城 重电三雄里面今天都有表现 试电也很棒 那华城这里面 最主要是重电的产业链 已经目前传出 这今天早 这今天报纸的一个讯息 说不止在采购网通 那美国的一个电厂 也会来采购 像整个的台厂的相关的供应链 所以包括华城 市电跟中兴电大同东元 其实都有机会受惠 最主要拜登政府 他推出是59兆 哇 好大的数字 59兆的大型的基础建设 所以这是重电个股 你可以看 华城根是我们早就已经一路赔的 从5月22这一天 我们重电三雄 我们很多人都是 跟着威老师 我们都是在5月22号 相对低点 它是华城是在121块5 那时候近一路到现在 前一波段高是172 来 今天已经来到了 182块5了 不仅超过前高172 而且还直接整整插了 而且来到了一根涨停板 虽然华城 我们不能讲说 他完完全最后有锁住 但是我觉得 接下来重电 特别是在夏天 你这个相关的重电个股 我相信一定还是有 它的重要的一个前景 所以跟着节奏走 赚钱是一定有 我们欢迎大家 你一定要看你的财富 每天参与理财的一个系列 通货膨胀这么高 你的存款 如果继续去存在 这个银行存在 这个哪里 也许你是最保险 可是面对这么棒的一个行情 AI都来了 真金白银 而且给外资的报告 超级的品牌的外资 打脸你就知道 这AI的订单 AI的时代 你一定要掌握住 错过 好 一次还可以 错过两次 太过可惜 第三次你还想要错过吗 赶快跟上 只要前展大的 我们的这个专案 我们是专人清带的 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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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各位 跟着我老师掌握到的股票 就是厂长 厂长 厂长 我们先节目到这里了 拜拜 本投雇公司于所推荐 分析之个股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